看人最開心 我想說,幸好我們這些影片沒有放上TikTok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他們正在說TikTok很合作 內地政府限制了打機 現在TikTok在這裡說 不是,我每合你 總之14歲以下的小朋友 我們每天只能看40分鐘 晚上10時至早上6時就沒得看 我們所有觀眾都超過14歲 你肯定嗎? 有沒有14歲的觀眾嗎? 在下面留言… 大家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麼打機就好像合理 TikTok看影片,我經常都想YouTube看影片 但問題是他怕沉迷 因為現在限制打機,怕你沉迷打機 現在不能打機就會看TikTok 會看抖音,怕你沉迷在抖音 因為大家看到抖音的資訊 未必全部都是真的 可能很多都是一些偏方 未考究過的消息 所以其實他當初禁止這件事 都是保護青少年而已 而且坦白說 是抖音自己跳出來做的 沒錯 走多一步 但其實我自己也會看抖音 抖音真的挺有趣 那你看抖音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你喜歡看籃球 你喜歡看時事、政治 不斷給你十多秒的影片 然後你拍一拍一拍一拍 真的很容易過一、兩個小時 對我來說很少時間 如果控制不到自己 因為你太容易拍一拍一拍 十多秒 對小朋友來說很容易幾個小時 阿榮很喜歡看抖音 他經常傳抖音的影片給我 例如外國的阿富汗 然後最新的拜登賴屎 最新的那一段 真的比較有趣 國際的新聞 我想問抖音是否以短片為短片 短片很短 我自己這樣看 在內地也有不同的時期 例如西瓜視頻 你說如果我看長的 例如我看40分鐘的 可能有些紀錄片 有些東西可以說出來 有些東西可以學到 那我沒有問題 會不會抖音 其實就是因為它短片 如果是博君一笑 看完之後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內涵 所以就是因為沒有這個意義 所以它的挑戰 我覺得會比較浪費時間 因為我自己看 不小心就不斷看新聞 或者看教學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可以在內地了解到 但你一直不小心 就用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真的你這樣 如果是14歲以下的 讀書的黃金時期 如果這樣浪費時間 我覺得真的要限制一下他們 我覺得人本一張光 打倒整個抖音 對 坦白說 這個是針對14歲以下 坦白說 好像我家人 家庭教育不同 但一般在我小時候 打遊戲機都不可以 例如禮物六天才會打遊戲機 這個是家庭的做法 但這次 就連官方的apps去做 我覺得 看看對年輕人的影響會 是保護眼睛 我們三個女生 有兩個都戴眼鏡 說在保護… 其實我是要戴眼鏡 但我沒有戴眼鏡 但我們說保護眼睛 這個也很少保護眼睛 聽說有些人看了一晚 你六時才離開 發生甚麼事 這個就是之前選委會 選舉點票 我是監點的代理人 當時發生很搞笑 你看到其實投票可能只有幾千人 那些票只有幾千左右 但他點票是點了一整晚 到翌日的7時半 才可以公佈所有不同的界別 結果出來 我們先看看 你準備幾點回家 我六時多 凌晨六時 早上六時多 我等不到那麼晚 我等不到最後一個界別公佈了 我真的太累了 回家休息 我想說 其實這次的票數很少 對 只有四千多票 但為何會點到12小時 對 我聽說那些票箱 甚麼一樓運到五樓 用了五小時 首先在灣仔會展 投票的位置是一樓 然後點票是五樓 由六時 六時就要封箱 投票完 六時要運到五樓 就運到三小時 九時才到 然後再問他 有些會計 有些點算 要先做了 我心想你封箱 你的箱 你的箱下去只有兩三個箱 你點一點 一二三便數完 你數了三個小時 對 真是很奇怪 我想幫一些網民 因為他們經常問我 其實現在是電子派票 那些是滑滑 是否放在 人家以前創生時 MC 是否快些 還是慢了 他本身應該會快 但他要用人手去點算 因為他擔心那部機器很快 他要用人手數了五十張票 然後他簽名 確實有五十張票 因為他運到那部機器 就要簽收 然後要拍攝機 拍攝機器 然後放進機器裡去點算 每五十張就要做一次這個動作 如果以我們的界別來說 八十次 八十次 差不多 整件事很誇張 很可憐 因為不同的界別不同 例如可能分區 防火滅聚會 是的 的確是多人投票 還有選擇的人都多 但我聽說法律界別 只有三十張票 三十票 都要一時同仁 你都要坐在那裡等整十多小時 到差不多凌晨又是五時 是凌晨五時 真的挺嚴重的 所以我覺得這次選會 真的要考慮一下 我那天看到鳳華出來說 基本上是賴到公務員的系統 我不是說公務員沒有問題 但你統籌嘛 大哥 你統籌 你不要賴自己的下屬 我覺得有人要負擔 民民負擔 要承擔這個責任 希望下次 不是四千票的時候 12月不是四千票的時候 OK 二三百萬票 我都要看你怎樣 加油 完善選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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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投票也沒問題 那天早上我們也有 投票也沒問題 即是點票出問題 最後 哇 這個厲害 大家發出意猶 消費預告 有美女 適合你看 你喜歡看這集 我結婚了 其實說些什麼 消費卷現在準備派第二期 第二期 他拍了一首歌 然後消費預告 買鞋子 富奧 這首是否說最好Hit的 有個女生 對 TVB 對 他就二次創作了這首歌 但我想說 我有一件事是欣賞的 是 我覺得過往政府做的一些宣傳片 其實他們很丟伴 請製作家 很明顯的 這個可以看到 是很低成本 買鞋子、吃飯盒 選擇衣服的位置 都完全是財政思想的 一定是 可能是用電話拍的 有些同事自己拍來玩的 這些不就好 貼地 對 別人的外國 其實我們總統領導人 都是很貼地 你見過你做Lak那些 都不會差一個辦事 問盡其用 還不是辦公室的手朗 好的 直入式廣告 會不會在TVB播放的 會不會在電視台上 應該不會 是不會的 放在網站 你剛才第一次看的時候 是不是有意見 你有什麼意見 說完就結束了 快點 什麼意見 安排出來 這個政府 是否有錢 拿去派銷位 繼續補錢派銷位 如果大家有什麼建議 就在留言說下 記得like 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